当习近平总书记提到 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 也一定能够实现 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 而我既是见证者 亲历者 更是参与者 更加坚定我在大陆发展的信心 怀抱梦想又要脚踏实地 我也有责任将祖国大陆的发展 成就告诉更多台湾青年朋友们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总书记在20大的报告里面 特别提到会加大力度的 来照顾我们台湾同胞 那更重要他讲了尊重 关爱 造福 这三个关键字 足以的体现了 祖国大陆对于台湾同胞的 真情实义 那更重要的是 我们台湾同胞在得到了这些的照顾 跟帮助之后 如何加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列里面 让两岸的青年可以更好的在大陆追寻自己的梦想 在20大的报告里面 习总书记提出了要继续致力于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 促进两岸同胞心灵气和 我们知道两岸共同享有璀璨的中华文化 而作为年轻人的我非常期待两岸青年能够知道自己的文化基因 了解自己的来处 然后呢一起携手吩咐更远的远方 我现在就读于大陆的大学当中 那我也希望我能发挥我这个特殊的身份 虽然我是在大陆读书 但是我可以让在这边很多不同的人的事发生了一些好的故事 能带回台湾 能让更多我台湾的朋友知道 而非只是从新闻上得知一些片面的咨询 同样我也可以把我家乡一些特殊的一些美食啊 故事或者是人文风情等等也带来 让更多的大陆的同胞能够知道在台湾发生的一些事情 能加护两边的交流 我相信交流也是在和平共同推进的这个发展上面 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在报告中有提到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 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等 都能够让我深刻的感受到 国家对于基层医疗以及中医药行业的高度重视 与大力支持 那身为台湾青年的我们 又能够做些什么呢 那我想就是八个字 劳迹阻托 努力动作 就像我现在正在做的 我邀请了非常多的医生 走进社区 面向群众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唤起对健康的重视 对养生的尝试 还有对疾病的预防 希望能够在保障人民健康 这个板块 贡献自己小小的抬轻力量 加油